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子学堂 基金全球投资报 我是主持人廖大伟 在我桌上边 是我们的基金投资专家 林陈颖 陈英雄 大家好 我们呢 回顾了过去2015年 所发生的这么多事情 也要展望 未来这个2016年 到底金融市场上 有什么可能发生的事情 会影响 整个金融市场的波动 那我们就请陈英雄 来帮我们解释一下 好像是金融市报的预言吧 是 金融市报的预言 好 那么这里的话呢 他做了几个预言 那么还蛮有意思的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就说 美国总统大选 2016年重点 在台湾的总统大选完 那他说呢 希腊蕊很有机会 能够赢得美国总统大选 如果不会的话 不会是川普吗 这个就变数很多 那接着是英国央行的话呢 会不会跟着美国申请 他说不会 我们等一下看他的图 那G20呢 会不会有跟IF申请纾困 目前来看是不会 不会欧债危机 就觉得没有危机 梅克尔可能不会再 这个我真的觉得很怀疑 怎么可能呢 可能是难民的问题 对 这最近来讲 说实在这种问题 对 压力蛮大 压力蛮大 对 我们看一下 好 下一页的话呢 是英国的这个利率走势图 确实趴在这边趴好久了 是 跟这个全世界一样 大概好几年了 是 他躺下来 那躺下来的时候呢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市场上面 那么预测 有两个可能升息的地方 一个是美国 一个是英国 对 就现在美国升了 英国却看起来没有升 而且金融时报是在英国的呢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他已经变日本了 对 老板已经换人了 那么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 是不是说英国的这个景气 开始有出现降温的情形 好 我们看下一页 那么第二个呢 人民币可能重贬 这次被他吊到 对 被他猜到了 所以还是要留意一下 安倍经济学不会玩玩 那代表日本 继续印钱 是 第三呢 他说布兰特元也会沾上50块 可能 那这样子油价的话就会反弹 年底了 那现在才1月 了解了解 所以如果要得到他谈 可能要有点赖心 大家可以布局一下 是 2016年 那么是虚拟实际 产业的起飞年 他也不会了 所以 因为那个头盔还是太重了 对 那可能呢 他的很多设备 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接触 接受度 比如说呢 他的价格 对 你免费的 哇 一定很大 但是问题是 那大家的厂 厂商的成本怎么办 是啊 好 我们看下一页 所以基本上呢 好 在这里面最 跟我们联动最关的 哇 人民币 人民币的 你看哦 看来还在继续往上 是 就是大幅度的贬值 那目前来看 短线上面贬值有点 缩链 收链跟这里有点像 这波跟这波有点像 但是要注意到说 如果拉回的时候 它还是属于一个 多头的这个趋势的话 那么有可能 今年的话还会有一波 人民币的贬值哦 当然我们继续来去做观察 今年整个的金融市场的话 波动难免 好 我们就为大家 已经做了一下预测 但是也要记得哦 这每一个预测 都有一些相对应的基金 可以做投资 希望大家在投资的时候 可以把这些预测 放在心中 一旦这些机会一出来 就不要二话不走 赶快买一些下去 试试看 看能不能赚到一个短波段 本期就为大家介绍到这边 下期再会 谢谢